今天我想去亨德森波浪桥 Handerson Wave走走 你们有去过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Z频道的大马番薯日记 我是杰克 这个系列会记录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生活日记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请按下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以及打开小铃铛 那么下次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肉 走,先去吃个brunch 我住的地方距离这间隐秘的咖啡馆非常靠近 搭巴士大约8分钟 三个巴士蛋的距离 今天休息天 原本这个时候 我应该舒舒服服地躺在柔佛古来家里的大床 看着手机 享受着冷气 听着音乐 可是因为这会玩的病毒 我从今年三月初就被迫带在新加坡回不去了 可能就是因为回不了家 我一中让我寻找回我那爱拍摄和剪辑影片的热忱 右上角有我制作的微电影系列 就是在讲述马劳因为疫情关系 回不了家的题材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进去看看哦 这都是我这几个月之间在新加坡生出来的影片 不为什么 只因为个人兴趣 而且照点事来做 比较不会被负面情绪控制 去Handerson Wave有很多方法 可能我比较浪漫 我喜欢搭巴士 享受风景 思考人生 你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k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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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桥梁总长274米 采用了钢拱支架 布满了无线肋骨 均为巴捞木板条 形成了波浪起伏的形状 有别于一般行人天桥 看起来多了一份时尚美感 吸引了游客和本地人前来拍照留念 让我们好好欣赏这风景吧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只是必须戴口罩和进进处出都需要Scan QR Code来做出入记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虽然如此跨境旅游还得等上一段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走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吧 官方写着如果认真走需要最少三个小时 我只是随便走走出来散散心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